月经刚刚干净 一般情况是不会怀孕的 那么我们说排卵期呢 是在月经的中期 也就是说距离下次月经来朝前的14天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排卵 也就是受孕的最佳时期 月经刚刚干净 还没有到排卵期 所以一般情况是不会怀孕的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但是呢也有例外 比如说患者会出现多个 或者是双个卵巢发育 卵泡发育 那么因此也有一些人会生双胞胎 我会有点赞 卵巢发育 不过来 我会有点赞 卵巢发育